表哥,今天會為我們介紹一個很漂亮,色彩紛紛的攬盤 用意大利的黑醋,配上吞拿魚雜菜 我們首先處理吞拿魚 將吞拿魚切片 吞拿魚特別紅潤,特別新鮮 也可以這樣說,要鮮明 看上去要亮身 加少許芥末,加少許日本的頭抽去醃一下 如果魚完全沒有味道,會比較鮮 魚也沒有規定吞拿魚,因應自己的喜好 可以加三文魚 我們的配菜全部切好,洗乾淨 我看到有黃色和紅色,色彩非常紛紛 我們就可以調味了 加少許鹽 為何要加少許鹽 鹽令蔬菜的青味會走出來 例如醋 這是意大利的黑醋 如果不吃意大利的黑醋 可以用甚麼來代替? 其實還可以用檸檬 一樣的功效 我們知道檸檬的果香 對心血管相當好 中國有山大明醋 比較多人吃的 有鎮光醋 有山西老醋 或者天津醋 都相當有益 我知道中國醋其實用來煮菜比較多 都可以用來做一個腐料 例如吃餃子 都會點醋 我們人體吃肉 比較多的時候 就有一個酸性的身體 就沒有那麼健康 醋呢 剛剛又相反 醋是酸的 但我們吃到人體內 都會變成一個鹼性 變成一個調節我們的身體 可以這麼健康 是的 鹼性度 對於心血管相當好 吞拿魚醃了少許時間 我們可以加少許香草 其實也可以加一些 味道 對 這是相當健康的 一個蔬菜和一個魚 配合在一起 今天謝謝Viv哥 跟我們完成了這麼漂亮的 意大利黑醋配雜菜 吞拿魚 然後突然間情緒低落 或者情緒失控 都是精神不健康的 沒錯 所以大家不單止 最重生理方面的健康 心理健康也同樣重要 長時間發現自己 情緒方面有些問題的話 千萬不要逃避 一定要正視它 另外如果家庭觀眾 對今集的內容有些甚麼問題 都可以去我們的官方網頁 留言給我們 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再見 拜拜 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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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y